南韩娱乐圈再次卷入一场恋爱旋风的中心 去年11月 韩星刘俊烈与长跑七年的女友会立分手消息震惊众人 引发粉丝无限惋惜 然而最近刘俊烈与京城乖舞的女主角 韩素希在夏威夷度假的甜蜜照片 在网络上火速燃烧瞬间成为热门话题 根据媒体报道 两人不仅在夏威夷的豪华饭店泳池旁约会被目击 还有日本游客将两人在泳池 亲密互动的画面散布于各大社交平台 让网友们热议不已 据了解 刘俊烈与韩素希分别表示此行为个人旅游 而关于热恋的传闻 双方经纪公司选择谨慎回应 保留了一丝神秘的空间 韩素希在被爆出恋爱传闻后似乎不受影响 连发了两篇IG贴文 画面中她身穿黑色蕾丝洋装 泼墨渲染过细袜 外搭真织外套 背着铜区的彩虹包包 脸上则是烟熏装 看起来勇懒又时髦 除此之外她也晒出 和友人一起带着同款海星手脸的照片 也让人不禁猜测 其中一位是否就是柳俊烈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这段恋情传闻惊动了整个娱乐圈 网友评论也五花八门 友人为柳俊烈与惠丽的分手感到不舍 另一部分人则对韩素希与柳俊烈的新恋情报 以期待之情 正如一名网友所言 行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对璀璨的星途何去何从 真是又一段值得关注的恋爱故事 然而这样表面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几个小时 网友整理了三人关系的时间线 发现柳俊烈与惠丽去年11月分手前后 就与韩素希有些交集 加上分手时都没有退追柳俊烈的惠丽 却在今天柳俊烈与韩素希爆出绯闻后发文真有趣 随后退追南方 让不少网友纷纷质疑 是因为柳俊烈分手会例后 无缝交往韩素希 或是韩素希介入柳俊烈与会例 随着争议越演越烈 韩素希终于在IG限动上传了 请说明现在的情况的狗狗耿图 并配上文字发表立场 我不会喜欢有爱人的人 也对在朋友名义下赋予的可能性没兴趣 不会定义关系 更不会插足毁了人家的爱情 虽然喜欢看《换成恋爱》这个节目 但我的人生不会这样 最后更写道 我也觉得很有趣呢 明显在回应惠丽的发文 不过16日早 韩素希却发出长文道歉 不但提及与柳俊烈 正保持着良好的感情承认恋情 更表示因自己的不够理性 而向惠丽道歉 她提到和柳俊烈 确实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在交往中 但请大家不要用《换成恋爱》这一词 因摄影展认识柳俊烈为事实 但是通过摄影师朋友而参加 当初听说未来有机会合作演出 因此前去打了招呼 并且确认彼此感情是在2024年初 据悉柳俊烈和那位安指惠丽分手 是在2023年初 只是2023年11月才出了分手报道 随后也像昨天讽刺惠丽 我也觉得很有趣 向对方道歉 我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听到和看到无缝接轨的传言 我发了脾气做出失礼的行为 我想向那个人会立道歉 我应该理智地回应这件事 我真诚地道歉 在文章中数度出现抱歉的词语 最后她也不忘向粉丝喊话 一想到仍然担心我的粉丝 我的心就痛 感谢你们毫无疑问地支持我 并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更承诺自己会学习控制好自己 以更成熟的样貌回归 该文章一出 网友们纷纷都傻住 除了有人质疑10月份的时候 惠丽跟男生还有约会 更多人狂轰柳俊烈 这男的上辈子是拯救全世界吗 男的到现在都还没出生 为什么都是女生出来说话 柳俊烈一点担当都没有一片负贫 并且在事情持续发酵后 柳俊烈才通过经纪公司 对外界的风猜进行说明 声明中称 柳俊烈从今年初开始 与韩素希确认了彼此的好感 并开始交往 接着再次说明 柳俊烈在与前任分手后 认识了韩素希 并在最近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否认了无缝结鬼的说法 接着抨击目击者的爆料 认为严重侵犯演员的人格权 曾请求尊重个人隐私 而非正式认证恋爱关系 导致出现了不必要的误解和猜测 最后更硬起来喊告 对于针对演员的恶意诽谤和侮辱性贴文 我们将通过法律采取强硬措施 对于虚假事实的名誉损害 侮辱和人格权侵犯 其实在这段感情中 不少人都是担心韩素希遭骗 是这段感情的受害者 毕竟美貌与路人员在那摆着 近段时间不管是巴黎时装周的耍大牌争议 还是认爱柳俊烈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苦心积攒的路人员 毕竟他年纪轻轻到手而打工 到现在含鱼之手可热的一些女星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并且他文中提到 听说柳俊烈与李慧立2023年初就已经分手 虽然与他们二人还存在互动的消息冲突 通过最美小三爆红的他 大概率也只是一个受害者 1994年出生的韩素希从小有外婆带大 因为外婆曾说过希望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而有了进入演艺圈的梦想 在高中毕业后 韩素希带着30万韩币 只身前往首尔追梦 更考上了法国的学校 不过因当时规定是名下存款 必须有6000万韩币才能申请签证 因此逼不得已放弃了入学资格 在那之后 韩素希为了生活和梦想 曾在许多不同地方打工 包括烧肉店 咖啡店 酒吧等兼职 2016年 韩素希因为一组照片吸引到广告商 并被邀请拍摄Race饼干的广告 广告拍摄完后 他收到了2000万韩币的酬劳 当时韩素希惊呼 这也太好专了吧 并想着只要再多拍两只广告 就可以出国 不过他因为后来在演艺圈有了更多 更广面向的发展机会 于是便一直以艺人的身份走到现在 2020年 韩素希因出演狗血复仇剧《夫妇》的事件 而在一夜之间爆红 最终 他试验插足别人家庭的吕多景一角 破坏了别人的婚姻 却觉得自己没有错 立直气壮的模样 让当时的观众都入戏太深 火猫三丈 不过韩素希却因亮眼的颜值吸引了大家 使许多人便痛骂吕多景的不知羞耻 一边忍不住赞叹他的美貌 更被网友封为最美小三 人气知名度都急速上升 不过此后的演艺经历 他都在努力地撕下这个标签 《夫妇》的世界人气极深后 韩素希迎来了更多担任女主角的机会 当中话题性十足的 肯定就是搭档宋江主演的《无法抗拒的他》 《无法抗拒的他》中 高颜值的韩素希和宋江两人有着不少亲密戏份 在当时引起了网友热议 甚至还传出了绯闻 2023年12月 韩素希打党朴旭郡出演惊悚韩剧《京城怪物》 同样好评如潮 韩素希在《京城怪物》展现和以往不同的角色魅力 且许多动作戏场面都消化得很好 表现相当亮眼 吸引不少人注意 虽然也应表达对日本的深深厌恶 而丢掉了日本市场 但也证实他敢爱敢恨的表现 从出道以来至今 他从不局限于某种角色设定 反而勇于挑战不同且更多元的类型 凭着自身的用心和努力 持续突破自我 演技实力毋庸置疑 不管这次热爱刘剧烈到底真相如何 至少他还是直面舆论关注粉丝的那一个 只希望他在这段感情中不受到伤害 感谢观看